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令到全世界的娱乐圈陷入低潮 田启文这日去到电台接受访问 表示很多同行都没有公开 逼着要暂时专行 是不是听到有些同行已经转了行做保安 他们就有些人是已经转了的 因为现在没有公开的 你必须都要找些东西做一下 所以有一些走去做住保安 有些走去驾驾驾驶 有些走去驾驾驶 有些走去做售卖 种种都分布在市场上 但是始终现在的什么都是头痛的 都是百业萧条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尽快 有一些好的信息给同业知道 让他们不要说死了一条心 或者觉得我们的行业是没得救 然后转行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田鸡表示本来接了部戏在横店拍摄 不过因为横店会要求外地人隔离一星期 所以暂时都未可以开工 他说已经跟政府谈 希望有更多办法帮助同业 田鸡哥有没有找政府或其他团体 去帮助大家同业 找政府帮忙就一早已经在做 所以在去年就已经谈 所以我们这个月没有早没多久之前 商卿局局长丘腾华都有一些公布 都说了是怎么样通过电影发展基金 去支援业界 所以我们谈下去的是多谢的 但是我们认为不够 还要想多些方法的 例如多一些拍戏 有没有一些能够令到香港的投资者 因为只是政府支持都不够 因为我们必须有投资者 而投资者本地的投资者 是不是可以在香港开放多一些本地的戏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饭开 一年一度的香港电影金像奖 今年因为受疫情影响 未知如何安排 身为金像奖董事局董事的田鸡就表示 金像奖一定会颁 不过暂时未决定用哪一种形式举行 但实体颁奖也未必有 未知 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 因为如果过两天突然间有 大家知道已经很有信心 疫情已经摆平 我们就可以立刻去做 但是看来短期内的 不是三五七天就会有好消息令大家安心 而我们最大的考虑 颁奖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考虑所有的提名人 参赛的人 工作人员 嘉宾 他们的人身安全 这个才是我们最要考虑 田鸡今次接受艾斯培的访问 被问到他会不会爆前老板周星池的飞吻 他就说自己不清楚 唯一可以爆的就是星爷以前在外地开工时 醒日会抱着他睡 看看不得是 幸运 但是我们不得到他 咱们再继续